好 玩具TV第十六季第七集 正好嗎 正好 一開始 馬上製作Rogman X 千直鏈的 RealBot 很新 剛才這幾天 是RealBot 但不是之前推出Rogman 會否本身的質素都會跟這個 RealBot掛勾有提升呢 如果是就好 因為 RealBot 真是一隻佳品 包括上次我們介紹過的宇宙騎士 亦是很棒的 之前有破洋之劍 破洋之劍是首批第一二隻的 RealBot 有天然突破 有帝王萬六俠 其實一隻都是佳品 我們期望著你 更正 如果想用 RealBot 出這個名字 有甚麼質素呢 馬上開給大家看 這次它反而用這個漫畫風去做封面 因為這個版本的Rogman X 其實是清水榮一老師設計的 哦 比較特別 因為這隻其實是出自於X6的列嬰裝甲 以前大家玩Rogman X 無論是一至五都好 你是很需要自己去每一關儲套套回來 某些關就會走到特別位置去拿 但是來到第六集 它一開始就已經有兩套套給你 其中一套就是獵鷹裝甲 這個是清水老師是用獵鷹裝甲的重設版本 本身獵鷹裝甲在遊戲中是否已經非常好用 是 為甚麼呢 因為Rogman是經常跳到街上的 獵鷹裝甲是可以輕輕浮一會兒的 哦 即是制空時間長了 然後那些炮是穿人的 所以它的用起上來 以初期來說是很棒的 因為以前玩X1-5 就是你一開球要挖黑甲 或者挖黑ZERO出來的 來到第六集就不用挖了 一開球就已經有套套給你 差很遠玩下去的感覺 好 剛才大致上我相信有玩開這個Rogman X 都已經非常之開心和興奮 因為我相信獵鷹裝甲在每一個朋友的玩家心目中 都設有很重要的席位 究竟這東西會不會令你更加興奮呢 馬上開來看 以黑面來說其實我覺得清水老師的設計是不一定的 我覺得清水老師出的任何一隻東西我都會付錢 其實我經常都很想等待其中一隻主角機 很棒 不過暫時還未有 我期待千夕連下一隻做的 那隻Libero 如果純粹說Libero 你問我這套東西很不好看 我覺得是一般的 但是它的機設呢 沒有一定 哇 真正到啪啪聲 任何一隻機都是別人的另一部漫畫的主角機 很瘋狂 而且最厲害的是它能夠把每一隻機都放進漫畫中 甚至動畫化 當然動畫簡化了 但是清水老師的機設真是瘋狂 就是出名的還有是Ultraman 大家玩Ultraman就是清水老師所出的 其他Ultraman出了Figure就爽了 遲些就玩了 哪間廠先 誰出的就是誰 OK 好 真的玩一隻東西了 好了 隨便可以了 沒有人了 大約開球了 這次比起其他Ultraman 之前大家有玩過 另一個就是千石連幫忙代工 就是之前做眾籌的Ultraman 這個比例就是我眼看 因為沒有對比 眼看起來應該跟那隻是接近的 不過它純粹是因為腳的裝甲大了 所以才高了 對 因為腳掌特別厚了 很大摩的感覺 之前那幾隻主要是Ultraman X的一些特別設計版 這個就是有裝甲的獵鷹裝甲 但其實大家看到的吸索都知道 之前的版本其實還有一個發炮效果件 而那個發炮效果件很厲害 可以有幾個類型去插 來到獵鷹裝甲就稍微 我覺得配件上弱了一點點 大家眼見這麼多 包括手型其實只有一個抹開的手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太多 Rockman 其實也不是很多手型 沒錯 但沒有了炮效果 我覺得是少許失色的 而且這隻好像是過千頭 千頭 對 但也很棒 你會看到它主體整個設計是清水老師 包括連眼睛都是清水老師風格畫出來的眼睛 可能是下口老師 因為太仔細的都不清楚大家怎樣分工 因為它和下口智慧老師是夥伴 下口智慧老師幫忙畫面 主要是畫人 以及畫漫畫 青水老師有做設計的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用了透明件去表達 所以整件事都很漂亮 因為上次大家對Takaki的名字 即是那個魚著騎士 騎士說他很多 為何不用透明件 當然他官圖本身就出了 但是確實出了透明件後 那些東西就漂亮了很多 對 又說到你這隻超瘦機神 你的應戰機變成透明件 都開心了 對 差很遠 整個質感完全是兩個層次 本身它也有不少金屬位 主要都是在這個關節上 我想大家在樓時 其實真的不用擔心 它在把換的時候 感覺上都很實正 設定上 大家看到實物 其實外觀上 都挺還原清水老師的設定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看看可董 已經情不自禁地動 看到它每一個關節位 特別譬如說 一些雙手持炮的姿勢 都不用擔心 雖然有些穿崩位 但是本身裏面 你見到都 這個真是劏得很厲害 真的有些勁 有些大洞在裏面 當然 前面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它真的 我都不可以說是缺點的 因為它真的把裏面的橫軸 整個可以拉出來 令它的手 總是擺這個巧手的姿勢 都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我反而 我會覺得它的比例比較小 可能1比11左右的高度 你會看到1比11的玩具 其實普遍肩膊的可動 都不會有非常多 因為它在裏面 裝了一個骨架的 即是胸甲的位置 大家可能有些忽視了 其實做玩具 可能它裏面要留一些料後的東西 就是那個膠要有差不多的厚度才夠力 所以它在裏面抽出來的關節補位 就不會補得非常多 但我有時覺得千席鏈就很樂於去做可動 它寧願穿 但你也要玩得到 因為假設大家拍照 其實主要拍正面 小穿大家就著說 這條腰很臭 這才可怕 真是 我看見它會脫掉一串的面子 一不做二不休 向下拉就可以了 這條腰真的挺可怕的 穿奔位不多 但向後咬到盡力的話 這個幅度也挺可怕 向前 雖然有一個短短的位置 但它其實也不會讓你去到盡力 你縱使用力扭 它也不會頂到盆位 我發現向後的時候 看到肚子的部份 也有塗一個透明件收在裏面 這樣 就是這裏 你看裏面還有一顆透明豬 這些很細心 是 這些金屬的盆骨關節 你真的不用擔心 你真的怎樣扭都不會覺得有問題 而且可動真的非常好 一貫玩Rockman 當然是要Dutch的 即是向前衝的 它向前衝的動作 都是做得到的 即是縱然的腳這麼粗 千石鏈在處理腳腕關節的時候 其實它裏面應該是做了幾組的一些不同軸心的關節 腳就可以稍微拉下來一點 令到它的活動空間大一點 兩側那兩片比較長的外件的甲 它就用了一些波頭這樣裝下去 就可以再跟著擺幅一起動 其實我個人來說我挺喜歡那個金色 反而是金色 那個金色 因為我挺喜歡淺金色 即是類似香檳金的顏色 在有些玩具上會令到它的層次提升 但是那個藍色看起來就稍微有點失色 我覺得那個顏色可能比設定來説 可能沉了一點 稍微暗了一點 令到它整體上有一點點好像暗的感覺 哇大哥 你都不用左的 根本就整件事 咦? 咦? 在這邊 應該是右手 哦 左手 對,而且不會覺得很累積 簡單來說就是玩得很爽 作為一件玩具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都不負 RealBot 的明星 我最初還在擔心 因為有朋友說這東西很一般 但我現在玩下去 除了顏色方面 可能和自己有些落差之外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可動上面其實就應該沒有什麼挑剔 不過大家玩開 RealBot 近期 包括上一隻宇宙騎士 我覺得是高層次座的 而某些件有用到金屬紅 而且是燒光紅 這支炮 我們可以把獵鷹裝甲 即是比較厲害 華麗 這是什麼狀態之下裝上去 它本身是跟著的 一離套甲就有跟著對翼 你不過裝上一對翼 可能跟頭會有一點頂住 那對翼就有些可動 可以打開的 嘩 挺有型 這個 有對翼是白氣很多 大家玩Freedom 開對翼之後是威風很多 而它的翼是下面也可以打開 上面那件蓋住的另一層的件 也可以向上拉起 你會看到裡面的散氣口也噴了金色 其實如果你說你有朋友會有挑剔 其實我都整體上OK 我也是覺得我自己玩過上手 如果想像作為一件玩具 我又沒有特別有些負擔感 也有一句我唯一覺得是顏色 你未必有想像中那種 可能我看得是2D漫畫化多一點 就是比較光鮮 對 這裡就變了光鮮 我不可以說不好 但我自己可能都是喜歡一些 雅式的處理 反而 看上去有一點突压 但是多一句 整件東西其實是下不掩餘的 我就覺得收貨了 我覺得作為Rockman的粉絲會收貨 因為Rockman的產品 即是市面上 我覺得近年除了《千積鏈》之外 其實就沒甚麼可以出 或者Bandai就有出之前合體那一隻 而劈到飛起了 我覺得魔鬼有點過龍 今次看到青水導師去畫這個聶鷹裝飾 其實是值得開心 而且設定是很漂亮的 很希望它接著會出Zero 我應該有幾大機會 我覺得很必須 因為你始終25周年 我覺得應該多些花神玩 所以近期看到 首屋肯出Rockman的模型 而且出得非常好 是很開心的 好 期望繼續出下去 你還想怎樣 而且這支炮還可以亮燈 好像沒有裝電 有 它原本跟著 哪個位置 著燈 在下面這個位置 需要指甲 先拔出來 千積鏈是好的 我們再來一次 先把蓋子蓋上 然後這個底部有一個電磁蓋 在這裡可以用指甲 撬開一點 不用怕 它跟著電 其實很開心 不用自己買 自己拔絕圓條 電就在這個位置 你直接按它 它有輕輕一按的感覺 它就會亮燈 而且燈是非常光 很漂亮 在這個時候 我更加希望它會有 有效果件 有效果件很重要 如果它沒有效果件 你也可以拿回舊版本的效果件去裝 不過市面上就買少見少了 舊了幾款 這個應該是見街 是嗎 見街已經有師兄在玩 既然玩得很開心 好 那千積鏈這隻ROCKMAN 先玩到這裡 好 稍後還有很多東西爆 我們要停一停 因為沒有電 不用擔心 先停一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